第五十九集 白和冉趁这功夫向老夫人蒙食眼色 老夫人见她一个劲地瞅那盆花 脑筋一转,立即明白过来 于是她带着李嬷嬷往前走了几步 一直站到夜市跟前,开口道 今日你生辰,老身正发愁 不知道该送些什么给你 总觉着送什么都俗气 这会儿倒是想起 不如就将这盆花送给你吧 你看,她开得高洁典雅 倒很是符合你的气质 老夫人示意李嬷嬷将花递到夜市身边去 再道 以往这花我都是养在屋子里 因为是好尘送的 觉得不放在近处养着 会显得我这个祖母有点不把她放在心上 如今老身将她送给你 但愿你也能将她放在屋里好好的养 如此才能对得起酒殿下方才对她的一番夸赞 夜市是白昊臣的亲娘 她自然明白这盆花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李嬷嬷将花往前地 下意识地就想躲 白赫然却在这时又出了声 冷冷地提醒她道 母亲再躲 可就是瞧不起这盆花了 不知母亲瞧不起的究竟是一盆玩物 还是对她十分欣赏了酒殿下呢 夜市一机灵 正想把话顶回去 却听边上站着的江月插话道 哟 干情接二个酒殿下白来了 这二小姐怎么还管续贤的平妻叫母亲呢 说完又转问白星眼 国公爷 您倒是给个态度啊 咱们东秦的律法 你到底是尊还是不尊呢 白星眼一个头两个打 赶紧表态 尊 必须尊 然后眼睛一立 呵斥白呵然 你是嫡女 是为父发起所生 怎么可以跟夜市叫母亲呢 记住 以后要叫二夫人 白呵然笑了 既然父亲都这样说 那女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白星眼松了口气 对 从命 从命 白呵然点点头 那么接下来 咱们还说那盆花 她又看向夜市 笑得两眼弯弯 这鹤里 二夫人是收 还是不收呢 不等夜市说话 白星眼抢着就道 收 必须得收 被九殿下赞扬过的盆栽 能被当作鹤手礼 夜市 这是你的福分 还不快谢过母亲 夜市这会儿 已经被琢磨得没脾气了 她也想通了 只要能先把眼前这个事 给接过去 让白呵然和江月 别再闹腾 就比什么都好 至于今日受的这些气 她会想办法 一一一找不回来 白呵然那个丫头 她绝不会轻易放过 这样想着 夜市便顺帖多了 白星眼让她谢老夫人的恩 她就谢 让她收花 她就收花 只是那花 她自己绝不去碰 甚至连她的近视双环 都不让碰 只随便指了个下人说 将老夫人送到贺寿礼 搬到福西院去 然而 她想蒙横过关 白鹤染却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哎 母亲别急 这花既然收下了 咱们就还得论论 她该怎么养 这一下夜市可火了 东西我收下就是 怎么养你还要管 白鹤染 你虽是嫡女 但也没听说 哪家的嫡女地位 要爬到竹母头上的 平日里我念着 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 更念着你小小年纪 就失去生母 所以不管你如何胡闹 如何不将我放在眼里 我都不与你计较 可是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就算不给我留脸面 也该多想想你的父亲 和这组文国公府 难道你想让全京城的人 都指着文国公府 说我们教养出来的女儿 是多么没有规矩礼数吗 夜市越说越来劲 说到最后竟是义正言辞般 就好像她是个正义的化身 在教导白鹤染 这个不孝之女 白鹤染都听笑了 二夫人真是多心了 文国公府的脸 还轮不到我来丢 您亲自教养出来的五妹妹 早就已经把白鹤的脸 给丢光了 当然 五妹妹还是个小孩子 没有人会跟个 十岁的孩童计较 人们只会说 白家的二夫人心术不正 将孩子给养坏了 说到这儿 半天没说话的白珍珍 也再憋不住 跟着来了句 各位叔伯 婶婶 哥姐弟妹们 之前白家触犯东秦律法 当家主母纵容她养大的五小姐 拉大家垫背的事 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珍珍在这里给你们赔礼了 我们的母亲也不是有意这样的 只是被九殿下给吓着了 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脱罪 这才想用你们来挡挡灾的 真不是有意的 下次不会了 夜时一口老血又要往外吐 她感觉那股子星田 都已经到了嗓子边 可就是卡在喉咙那里上不来 憋得两眼直冒金星 白金红也气得快要装不下去了 但夜时一直死死抓着她 哪怕已经自顾不暇 依然不忘给女儿弟眼色 时刻提醒着女儿 绝不能跟着掺和 白金红无奈 只能不停地哭 哭得二皇子再也忍不下去 大喝一声 放肆 然后站起身指指白赫冉 和白珍珍姐妹 顶状嫡母 抽言不逊 步步相逼 白家怎么养出你们这样的女儿 温国公 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然而 她觉得自己气势十足 可这话听在白赫冉 甚至很多人的耳朵里 那就是个笑话 白赫冉上前一步 当即就反问道 快了 我们白家养出什么样的女儿 跟二殿下您有什么关系 白家的女儿不好 您失的是什么望 您指出的那几条罪状 那是我们白家自己的事 难不成如今的皇子王爷们 还要掺和朝臣家中的事情了 还是说 二殿下您自认为自己也是白家的一份子 哟 那这个事可就大了 二皇子懵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她只顾心疼白金红 却忘了这是人家的家事 她完全没有立场来管 而且这一管 还把自己也管进去了 被白赫冉生生扣上了一顶勾结朝臣的帽子 一直站在老夫人身边的红氏也听不下去了 上前几步扬声道 妾身见过二殿下 按说今日这种场合 妾身一个姨娘是没资格说话的 但二殿下方才指责的孩子里有妾身的女儿 所以妾身自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 红氏直起身 抬头看向二皇子 一点都不见惧色 她说 二殿下 女人们争执 您贵为王爷 又是个大男人 就别蹚这趟浑水了 扑 众人再忍不住 直接笑出声来 直到这二皇子真是倒了血霉了 跟一群女人计较 到头来被女人给怼得北都找不着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二皇子身子晃了晃 边上的宫人赶紧上前去扶住 一个小太监看不下去说了句 敢对殿下无礼 你们是不想活了 太监一开口 江月就有事干了 就听她道 主子们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 来人 给我掌嘴 她是宫里的太监总管 是天下太监群体中最高的官 哪怕是王府里的太监 在她面前也是小字辈的 江月发了话 宫里跟出来的宫人 当即就冲上去抓住那个小太监 噼里啪啦就一顿扇耳光 直扇到嘴巴都肿了 风才停下来 二皇子觉得江月这不是在打太监 根本就是在打他呀 可是能怎么办呢 白家人有理 这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 他究竟有什么立场去管 坐在一边的六皇子 这时开口打起圆场 二哥 过来坐吧 女人家家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 二哥 可别跟着掺和 二皇子顺着这个坡 赶紧退到边上坐了下来 再不敢多言 既然二皇子不再吱声 红氏便也退了回去 白赫然却又把先前的话题 给捡了起来 二夫人 咱们还是得说说 这花该怎么养的问题 夜市简直崩溃 这怎么没完没了了 白赫然笑着道 二夫人也不必诧异 我为何总提这个 实在是因为 之前九殿下夸赞过这盆花 这才让我不得不重视起来 您想想啊 九殿下是什么人呢 那能是轻易去夸一盆花的吗 这花既然被他夸了 自然而然也就与众不同了 我也是好心提醒 这花您可一定得养在屋里 精心伺候着 万一不小心给养死了 九殿下可是要生气的 顺着白赫然的话 江月也点头道 二小姐说得没错 她手指向夜市脚边放着的花 按说收到的贺礼怎么对待 那是二夫人自己的事 咱家不该跟着瞎掺和 但咱家是个善良的人 心好 所以有些知道的事情 不多提醒几句 总觉得心里头过意不去 一直尴尬着的白青眼 此时赶紧插了句 江公我请讲 江月白了她一眼 尖着嗓子扬声道 二小姐提议把花好好养着 但国公夫人却不领情 还反怪二小姐管得太宽 实则不知啊 二小姐是真正的善心姑娘啊 是为了国公夫人好 才这样说 否则就以九殿下的脾气 一旦这盆花伺候得不好 你们可知会是什么下场 人们纷纷将耳朵竖了起来 关于九皇子的八卦 所有人都愿意听 江月左右看看 见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这才又道 咱家记得前些年 宫里有位贵人养猫 有一次九殿下撞见了 随口赞了句 那猫挺好 这本是一件小事 那位贵人也没太往心里去 后来没多久 那猫被贵人小主养死了 直到过了半年多 九殿下突然想起 自己曾经看到过 宫里有一只好看的猫 于是就拆人去找 结果就听说 猫已经被养死了 连连惋惜啊 再后来 不出一个月 那位贵人的父亲 因涉嫌参与一批私盐的买卖 被阎王殿查出大问题来 漫门抄斩 虽然罪不及已经嫁入皇家的贵人 但他也自此被迁入冷宫 再没能回来 江月像讲故事一样 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人们听了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更有很多人想起 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但经江月一提 还是能够想起当初这件事情发生时 是有多么的轰动 我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